《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好 又到《有話說》 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了一個失控式的發展 我們看到每一天印度都有超過30萬人確診 超過3千人死亡 全球疫情的發展是息息相關 各個國家都很關心印度的情況 特別是印度出現一個高傳播力多重變種的病毒 對全球疫情的防控都有影響 實際上香港已經針對國外的一些疫情 實施了一些地區性防疫的措施 例如航班的熔斷機制 禁止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等的民航客機 墜落香港 並且由5月1日凌晨開始禁止尼泊爾的民航客機來香港 但其實這個都未必夠 因為那些地方現在這麼高位 應該是暫時停止所有這些高位地區的客機 直至情況改善令人通知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低感染風險的國家或地區 例如新加坡 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經會在5月底 重啟旅遊氣泡 並因應疫情最新的發展新增了四項要求 包括香港出發的人士要接種疫苗 最少14天之後才可以參加計劃 但對比在新加坡 其實更多香港市民 是希望可以回到內地或者澳門的 所以希望特區政府應該以一個更積極的態度 和中央和澳門政府去談 在什麼條件之下才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可以免隔離地回到內地和澳門 雖然現在旅遊氣泡都已經開始啟動或者在談 但我們對疫情都不能夠特別輕心 特別是香港已經出現了一種 源頭不明的變種病毒 是一個非用沒有外遊記錄的 傳染給其他人 所以我要呼籲大家要繼續做好防疫措施 盡快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可以保障好大家和社區 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多謝你